三島舞台各自展現音樂魅力 另外還有園迷藝術工作坊 提供給到訪遊客親自體驗 並感受部落工藝及文化 當然也有熱鬧的市集及美食攤販 讓民眾感受斜坡上的子民 所帶來的吃喝玩樂趣 屏東一年一度文化盛世 斜坡上的藝術節 吸引愛好原住民族文化藝術的民眾 湧入潮州林候四林園區 除了有大型裝置藝術創作 還能觀賞藝術競賽 樂團大賽 感受他們多元豐富的創作力 大家都知道屏東的原鄉 非常的多元 我們有八個鄉再加上滿洲鄉 有排灣 有盧凱 大家都知道原民的才華是最棒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藝術季 從2015年到現在 讓更多的藝術創作 讓更多的原民的樂團 透過這樣的比賽 透過這樣的競技 讓大家看到最棒最棒的 原民的藝術跟樂團 這次最大的特色是我們一樣延續過去的三個音樂的大舞台 那另外我們這次也辦理了我們木雕的藝術競賽 甚至做了一個木雕的研習課程 讓我們的不管是漢人朋友跟我們的族人 可以透過木雕的學習來認識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另外我們也聘請了我們在地的藝術家 在我們的部落之星對於他們來創作他們的作品 來到這裡我們也可以來享受我們屏東多元文化的美食 有90攤的美食文化以及30攤的文串商品 也提供了我們各原鄉公所推動他們相關的農特產品跟文化 斜坡上的藝術節邁入第九年 屏東縣政府期盼藉此推廣原住民族藝術及音樂文化 讓部落族人能相互交流 也讓更多不同族群民眾深入體驗其藝術文化 我覺得這邊可以體驗一些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還有體驗影其實還辦得還滿不錯的 就是不只有市集跟一些美食 然後音樂表演 最重要是還有那個體驗他們文化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很多很棒的手作品牌平常很少看到 今天就是發現很多很棒的工藝家 不管是音樂還是藝術 我覺得大家多元化的認識 彼此交流 我覺得很好 每年斜坡大舞台都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包含在地的泰舞鼓搖傳唱隊 金曲藝人等精彩演唱 透過斜坡上的藝術節大放異彩更被看見